在前段时间被受瞩目的2018年,俄罗斯世界杯正式落下了帷幕,把国队最终笑到了最后捧起了大力神杯,而在这届世界杯上,国族虽然也一次落选了,但是整个俄罗斯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元素,跟在中国举办世界杯,其实也没啥区别。 正如央视名嘴巴严松所说,俄罗斯世界杯,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,基本上其他都去了,虽然国族没去但是关于国族的新闻这一点都没少,在世界杯期间,国族成为很多球迷吐槽的对象,就连在海峡那头的台湾媒体也没事拿国族身材进行调侃,国族球员也自此拥有了白斩机的外号, 而且在世界杯期间,还有不少国脚不低调的出来评球,甚至直言人家冰岛和俄罗斯踢了也不发地,结果又让球迷给喷了个够呛。 如今世界杯,以国国族应该安全了吧,没想到最近有爆出国脚不满伙食的新闻,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。 在前不久,中国用19族鞋杯,中国族的小伙子们,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,这次被关注的原因并非因为脚而是因为嘴。 在族鞋杯上赛事方为国脚提供老人均一天160元的伙食,遭到国脚集体吐槽。 对于这样有虾、有肉,还有一品的伙食,很多球员表示不好吃,而且很多球员都抱怨一天的伙食怎么才要六令,应该吃得更好一些。 对于国足球员抱怨伙食不好,这并不是第一次了,此前就有国脚抱怨伙食差,而且两年自己有形容,权力吃得更好一些。 对于这种说法,我只能说没毛病,但是相比于女足的伙食对比之后,我只能用心思来形容,如果论身价你们可以吃得更好但是论成绩你们真的不配,这也难怪在网上会有那么多对国足不利的言论了。